神医 扶小女起来 是吗 莫非神医不乐意 娘娘 扶我 神医不扶小女起来 小女如何起得来呀 神医接触过女人吗 历史上有一位非常有作为的帝王 疑似因为皇后洪姓出墙 竟然被活活气死了 说起来也算是历史的奇闻 而这位仁慈又倒霉的皇帝 就是赫赫有名的北魏孝文帝 北魏孝文帝的皇后冯妙莲 因为丈夫拓拔红连年在外征战 常年不在宫中 冯妙莲凄惨得独守空归 这时候有一位叫高菩萨的太医 容貌英俊善解人意 高菩萨见到了冯妙莲的寂寞 便刻意的挑逗 引起了冯妙莲的浴火 从此两个人召欢慕勒 不知今夕是何夕 后来东窗事发 肖文帝终其一生 都没有亲自处死了冯妙莲 或许这一对夫妻的感情 被外人所能够想象 而这一种感情 似乎也包含了嫉妒跟宽容 更多北魏旗皇后冯妙莲的故事 请看资深记者古正良 陈妖宏的报道 皇上 您怎么来了 这个实在太有趣了 所以说他们这一对夫妻 也真是怪异了 肖文帝听到这个消息 就是老婆给自己 戴了一领绿帽子 而且这还是妹妹 还跟哥哥讲的 当然就赶快回去 回去回去以后变成说 皇帝夜审皇后 我还不如去死 那当时肖文帝呢 听了两人的供词之后 连忙把皇后找来 那当时冯妙莲还敌死不认 可是呢 肖文帝却派人在她的身上 收出一把三寸大的短剑 现在你又来害我 冯妙莲呢 她是非常著名的 北魏孝文帝的皇后 那这个孝文帝 如果讲到她全面汉化这件事情 就是这段历史是很多人都知道的 提到北魏的皇帝 可能最有名的就是她 再来是一个灭佛的太武帝 对 那可是非常多人不知道说 在历史上唯一被老婆 我可以说是被老婆活活气死的 就是这一位孝文帝 妖莲 你说我吗 那我们一般想 出个位女 可能就万念俱灰了 这女人就一辈子 主女人已经算了 没想到她还是 心里面想的一件事 就是我要回来掌权 她就是可以 所以成本上是鲜卑主人 最神奇的一个女性 这个能哭能笑 就请您叫妙莲吧 北魏延新四年 也就是夕院474年的某一天 太师冯夕家诞生了一个女婴 这个女孩就是后来 夏文帝的皇后冯妙莲 来 如何解释 星邦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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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影随响不能永返 无欲无果 无欲无果 佛弥陀佛 虽然这个女孩子 并不得父亲的欢心 但十四年后 她却被自己的亲姑姑 当时的文明太后 看重赵敬的宫礼 这是一个就是 鲜卑人游戊民族的大家族 但是第一家族 当然就是托拔式 跟河北地区汉人的第一大家族 就是逢世双方结合以后 生下来的后代的产业 所以她们彼此之间是通婚合作 她们是这样的关系 皇上虚心向邪 勤勉朝政 但毕竟年上完心火重 姑姑身为太皇太后 总不能处处跟着她 这重责以后就交给你了 身为皇妃 要时时把握自己 刻刻提醒皇上 做一个百姓拥戴的好皇帝 像北魏肖文帝说要汉化 可是后来发生就是 因为你汉化的文化 跟原来鲜卑族的文化 产生纠葛跟抵抗 所以当时这个北魏 不久之后就变成 西魏跟东魏 然后变成北溪跟北周 那因为这我们看 好像政权上什么 不是 其实是因为文化上的冲突跟差异 她们不愿意接受汉化 而变成这样的国家的动乱 那在这个时候动乱这么多 你一定要找一个 中文大纳集团 政治上面能稳定自己的 政局跟政治 所以当时的拓拔跟冯家 就合作 就类似今天司马虾跟王室一样 这样才能够稳定这个政局 开出一个局面 当时北魏虽是孝文帝拓拔红当皇帝 但大权实际上是掌握在文明太后手里的 那刚好就是同年龄的 就是比他们这个冯家 就是比拓拔家高一倍 所以就把这几个女孩子送进去了 那么这个在中国宫廷里面是不可能发生的 可是因为它是一个鲜卑人的宫廷 他们比较不太讲这些东西 而且是冯太后她急于 把这个刚刚成长的小孩的身边 全部都安排好冯家的女孩子 等于说冯家女孩子要把这个 新的年轻的皇帝的后宫把它给包下来 小文帝对这姐妹俩是宠幸有加 他们凭着自己那双勾人的眼睛 那两片能说善道的脖唇 那娇滴滴的甜润嗓音 很快就让小文帝对自己神魂颠倒 臣妾成翁宠爱不胜如性 只是妹妹妙怜 与臣妾自幼相伴感情至深 还望皇上今晚能驾临紫霞宫 已成妹妹心缘 原来皇上是因为姐姐才来紫霞宫的 那不如就按皇上的意思重回紫云宫好了 爱妃不要耍小孩子脾气 朕今夜心情格外的好 你可不要扫朕的兴致 皇上您还是回紫云宫吧 不要让人家说我这当妹妹的不如姐姐懂事 三人轻轻握握行影不离 少年夫妻恩爱眷勇 饮食坐卧都在一起 皇上 皇上没人要了 什么皇上没人要了 刘印在门外候着呢 他告诉我说皇上在紫云紫霞两宫之间 已经走了一个晚上了 这姐妹俩也真是 两边都固着姐妹情分 把皇上让来让去的 最后皇上他自己也没了主意 你说这个怎么办呀 这姐妹俩真是胡闹 那那个孝文帝他那时候很年轻 所以得到这个姐妹化之后 他也非常的高兴 然后三个人常常在皇宫当中 就是指线鸳鸯不线线 姐妹俩就算这样在后宫站稳的脚跟 以后的日子会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发展吗 好日子总是短暂的 意识的 不知不觉一年时间已过 而欢乐的背后总藏着痛苦的泪水 他不分贫贱和富贵 就在姐妹俩忘情地陶醉于宫中 舒适的生活和权威带来的荣耀时 灾难却接踵而至 里面有一个在孝文帝入宫以后不久就死了 那另外一个生了病 历史记载说他出疹子 那究竟是什么疹子 是天花呢 还是什么麻疹呢 还是什么呢 不知道 只知道他皮肤上面出了很多疹子 那北魏的皇室认为这个可能有传染性 就把他不要了 那么送回他的家里面 可是因为这个人是有这个北魏嫔妃 皇帝的嫔妃的头衔 跟皇帝上过床 所以他也不能改嫁 那在当时唯一的方法就是出家 但是所谓这个出家 并不一定是要真的到庙里去把头发剔掉 这个叫做戴法修行也可以 那冯妙廉就是这样的状况 姐妹两成军覆没了 为了维持冯家在皇室的地位 又会有怎样的腥风邪雨呢 可是这个皇后没有生南海母子 那所以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妃子 于是冯妙廉第二次入宫 不然没多久 冯妙廉就被孝文帝派来的大臣接近的宫 孝文帝很快就又败倒在这冯妙廉的城下 没多久还被禁封为左朝仪 这个地位可是仅次于皇后 能够再一次回来 冯妙廉当然会使出闻声解数去取悦皇上 这次我一定要接受上次的教训 我要让皇上离不开我 我就不信一个活人还斗不过个死人 只不过冯妙廉此时遭遇到这样的一个 际遇的坎坎 那也开始对皇后滋味有所觊觎 没错 这一山怎么能容恶虎呢 冯妙廉当初进宫的时候 是冲着皇后这个宝座来的 无论现在皇后是谁 冯妙廉都要把她抢回来 可皇上不能只想着姐姐 让臣妾独守空房吗 准不想听这些 你快出去 出去 出去 你连多看我一眼都不行吗 同样是皇上的臣妾 我哪一点比不上我姐姐 你竟然这样带我 我哪里做错了吗 所以说她就诉说了很多这个冯皇后的 这样坏 那样坏 等等的这些事情 那历史当然没有明确记载说 她说了皇后哪一些的坏话 但是我猜可能其中包括就是 所谓行巫古之道 就是用巫术 因为这个才是中国古代皇帝最怕的一个东西 大吹枕边风最能改变人的观点 虽然这枕边风看似无形 却有比刀子还光亮的锋芒 姑姑 姑姑 你这是干什么 让皇上看见了多不成体统 皇上怎么能看到呢 自从姐姐走了以后 皇上已经大半年都被踏进紫霞宫半步了 妙礼 照理说你跟你姐姐 应该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你想过没有 为何皇上对妙缘还是念念不忘 别老是埋怨皇上不来领这儿 你应该往自己身上找找原因才是 我是我 冯妙园是冯妙园 为什么总拿我们两个做比较 放肆 女人之间的战争 恐怕比战场的凭杀来得更残忍 从此 这位北魏后宫最疯狂的女人 冯妙园的深宫大戏 算是正式开场了 孝文帝推行中国画了 那他的第一步就是把北魏的首都由平成 就是现在山西北部的大同搬到洛阳 老实说这是一种孤注一直式的 这是一种赌博式的做法 那么他搬来以后 他的目的就是想要以洛阳为中心 利用汉人的力量 然后去打南方 孝文帝的这个政治的野心 政治的抱负是非常大的 他想要统一天下 皇帝领兵在外这一去就是一年多 冯妙怜能忍得住这样的深宫寂寞 于是他让心腹是把以前帮他治过病 后来成为情人的高菩萨带进了宫 在宫廷里面他会有少数那种就是 不是宦官 而是因为有必要出入宫廷的人 所以说这高菩萨 历史只记载他是中官 所以他实际上有 他既然能够跟冯皇后上床 而冯皇后又非常爱他 那可见他绝对不是太监 那也因此就只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就是说他是那种高级侍卫 或者是派医的那种身份 另外一种就是说 他其实是一个假冒的派贱 您的身体并无大碍 只要再敷两副汤药 记得全 神医 不想你起来 是啊 莫非神医不乐意 娘娘 我 神医不服小女起来 小女如何起得来啊 神医接触过女人吗 然后冯妙脸是 他只要医心里有压力 比如说先生不在身边什么 他就会 那个皮肤病又会开始上身 所以后来孝文帝他去外面征战的时候 冯妙脸宫中寂寞 那皮肤病又上身了 那因为他会治那个治皮肤病的膏药 所以他其实跟冯妙脸走得很近 那因为他清不干净 然后所以皇帝又在外 那因此他们两个很快就好上 可是因为冯妙脸他本身 因为他也很会拉拢大臣之间的关系 所以其实当朝廷有一批人是非常向着他 即使知道他做了这些见不得人的事 也没有把这个消息走漏给皇上知道 你小点什么 明天一早皇上叫外出微服私访 等皇上一走 我一定想办法请个好郎中 听说西城有个高菩萨 专治妇孺疑难杂症 等我安排妥当 我就悄悄把他带进攻 看看能不能治好娘娘的病 那就有劳公公了 奴婢先退下了 这件事情怎么东窗事发 因为他在宫中跟高菩萨就是初双入队 而且还同床 同床 同床共勉 就是已经是公然的事情 只是没有人跑去跟在外征战的孝文帝讲 那后来是因为冯妙脸的弟弟 冯妙脸弟弟其实不学无术 然后长得也不怎么样 就是人品 才华什么全部都不怎么样 然后他弟弟看中了当时皇宫里 有个非常年轻漂亮的寡妇 那个寡妇她的身份是公主 可是这个公主就非常不齿冯妙脸 公主就不愿意嫁 可是因为皇后的力量很大 就逼迫公主说你一定要嫁 那么这个公主一想说我很难跟她对抗 想了一招 落跑 所以公主带着她身边的宫女太监 偷偷摸摸地驾着车子 跑到了南方就是去找她哥哥 到了这个跟梁的双方作战前线 见到孝文帝 孝文帝大师已经说 妹妹你怎么跑到这里来 那么公主也一五一十跟她说 这个你的冯皇后如何如何 她非得把这个拖出来不可 一旦冬窗事发 你我就该身败名列进入地狱啊 那你就断了这个鞋子 我高菩萨保证 永远不向任何人提起此事 就算是身败名列 我也不愿隔断与你的情流 一国之军竟被自己的女人戴的绿帽子 那孝文帝能善罢甘休吗 冯妙脸是不是已经大户临头了呢 那当时呢她为了怕孝文帝有所动作 还特别派自己的心腹手下双蒙 到军中盼望孝文帝 孝文帝其实也明白冯妙脸派双蒙 来军中盼望的用意 但是呢她为了避免打草精神 假装什么都不知 那冯妙脸几次派双蒙过去 都没有得到任何的消息 她就觉得 原来我的事情还没有东窗事发 哪知道孝文帝早就做好安排 那冯妙脸她一方面就是 怕皇帝知道之后 会跑来找她算账 所以她就赶快跑去问她 问她的妈妈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如果皇帝知道之后我该怎么办 然后呢就是当时的妇人家 其实也想不出什么雄才大略的计谋 所以她们只能用最 就是皇宫里最忌讳的那种 扎小人诅咒的那种方式 就是诅咒孝文帝快点死掉 那你就不会受罚 那想当然了这一招一定是没有用的 娘娘娘娘不好了 怎么了 刚才柳月来了 还送来一篮子苹果 糟糕 她会不会 她说让你好自为之 她肯定一直听到了什么 因为涉及到那些私人的事情 孝文帝说好嘞 你们这宫女太监 全部给我下去 一个人都不在 可是呢这个时候 这个皇帝还有一点害怕 他叫一个侍卫官 武功高强 姓白的 孔无有力的 说你过来 拿着刀 说你站在旁边 等于说是 他怕这个冯苗莲 突然之间抱起来搞些什么鬼 那可是又心想说 这个家伙会听到 于是就拿了很多布 拿了很多丝绸 塞住他的耳朵 然后说 然后喊他说白将军 那个人听不到了 OK了 你拿着刀 站在一边 盯紧皇后 然后皇帝就跟皇后 两个人开始谈 你一定要查清楚我 这查得很清楚 然后冯苗莲他知道 他不能够对皇帝就是 抱怨或者是什么 他只能用流眼泪啊 什么这些方式 让皇帝心软 苗莲一定痛改前非 重新做人 求求你 看在我死去姐姐的份上 饶了我这一次吗 姑姑 所以其实看他梨花带泪的情形 孝文帝一度想要原谅他 可是他觉得这个绿帽子实在戴得太严重 然后他后来还是决定不原谅他 那不原谅他 可是因为孝文帝太爱他 他并没有立即废掉他皇后的位子 真的废掉下去 在电脑里面 他把从外面废掉以后 他又到南方去拿仗 打着打着他生病 病得越来越重 那就不得不回来 可是呢还没有回到洛阳 他的病就非常重了 他已经感觉到自己 大概好好的起来 很危急 危急之中他下了一道命令 叫人连夜快乐回到洛阳 把冯妙连杀掉 我不仅要当皇后 我还要当太后 我要当太皇太后 逼你抢了太皇太后 所以最后冯妙连是在二选一的情况下 被迫自禁的一是喝毒酒 二是就是赤白灵自禁 娘娘 您自行选择 我可是皇上的幼章仪 我要去住这人 我是皇后 冯妙连 冯妙连还不肯死 那么来的死者历史有记载 这宫廷人追着他跑 这个冯妙连做出了那么多对不起孝文帝的事情 可最后还让他死的时候 按照皇后的礼节 葬在了长林 在历史上真的很罕见 不要让人家知道他也不愁愁 然后让他说 后杖里面是没有事情 那看起来是后杖的逢妙连 其实上次告诉我们家 我们和好无处 希望你以后继续跟我们的政权合作 不要再愿意这个事情了 所以因为这样子 所以孝文帝可能考量 蜀博士也没有翻这个领域 要不然的话 按照一般皇帝来说 他是个单例的 要不然的话 说实话 这个没有男人可以忍受 不要说男人 你也不能忍受这个事情 欢迎回来 梁武帝骚演 新起于南起末年 他在当时的乱世当中 如何披荆斩棘 免南起昏庸政权 有一段相当不可思议的过程 他在起兵几年前 就预料到了政局的发展 开始秘密的策划准备 萧衍派人伐竹成木 直到一年之后 在派人去湖中打捞起来 事先砍伐好的竹子和木材 下令了数千名的工匠 在最短的时间内建造了战船 最终顺江而下 一举改朝换代建立了萧良 建立梁朝三年之后 他下诏宣布自己放弃 原来的道教信仰 归依佛教 由于梁武帝多次到同泰寺舍身 说什么都不愿意回宫 群臣只好用大笔的金钱 替他赎身 更多梁武帝小眼的故事 请看资深记者古正良 陈瑶红的深度报道 对于梁武帝一开始有送东西给他吃 但听说梁武帝有两种传说 一个是后来不送了 他就把饿死 第二个就是 我送了可是我没有吃 因为我想要成这个佛 也许喝油 因为当时有时候情况就是 把油喝一喝 后来全身都是这个油之后 点火把自己身体烧成这个样子 然后涂上金箔 尤其因为这样的传说跟做法 所以梁武帝要是选择自己恶死之情 硝烟就突然下了一道命令 说是这个到山上 大家到山上去砍竹子 砍木头 砍下来也不用 统统都丢到湖里面去 不懂 一般人都不懂是怎么样一回事 后来果然一年多以后 他宣布我要革命 那个齐的皇帝太乱七八糟了 我要清军策 那么所以呢 但是这个要有武力 那当年砍下来的那些竹子木头 就刚好拿来坐了很多船 就沿着汉水沿着长江 浩浩荡荡 以沿长江而下 前方发现大量战船 就杀到了这个现在的南京 所以他是一个深谋远虑的人 朕的天下 其实他说拿去就能拿得去的 南齐皇帝肖宝圈倒台之后 继位的肖宝荣就成了被肖眼掌控的傀儡皇帝 霍了 罢了 罢了 皇位 让给她吧 人只有活着才有权利说话 没父可是大义灭亲 父皇的义就好了 公元502年的某一天 萧衍前往登基大典 在马车上 心里还是有那么一点不安 因为他知道这个皇位名为善让 实则篡夺来的 后来有一天在朝堂上 他突然问满朝大臣 都说军权神兽 可有什么证据吗 这时候一位擅长奉承的大臣站出来说 陛下 萧氏先祖 当初从山东兰陵迁到江南 萧家所在之地乃龙脉之所在 这位大臣在地图上指着燕城 一会儿说像是八卦图 一会儿说像是神龟 把燕城说得很神奇 这三城三水形制的燕城 为什么是神龟的化身 要追溯自商周时期 传说中 当时的燕族为逃避大屠杀南下道的长江边 正愁眉不展时 突然出现一只神龟带大家过河 那一路奔奔到江南荒地沼泽这个地方 那已经有点泪垮了 所以他回头一看 好 并无追兵了 这就放下心来 可能也正因为放下心的精疲力尽之后 没多久就身亡 那死掉的时候呢 是全身沉到土里面 结果呢表面上就只剩下一只乌龟的形状 梁武帝听大臣说了燕城 这么一段神龟护佑的典故 龙岩大岳立刻下旨 在燕城旁边建家庙 这个燕城它算是风水宝地 它就曾经在今天就是江苏 长洲这个地方盖了一个寺 叫保陵禅寺 因为你建寺庙总是要钱嘛 那你建寺庙是有功德的嘛 所以这个功德要回向给谁 你就会回向给梁武帝他的父母 那后来的人就推测啊 可能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就是父母为父母积德 然后所以福应子孙 那因此梁武帝 第一他生命很长嘛 然后第二其实他算是梁朝的 算是伟大的君主 梁武帝自认为有龙脉保佑 从此更加历经同志 每天很早就起来批奏章 五金天就起来 春夏秋冬都一样 甚至连冬天很冷 手都冻伤了 也是一样造起不悟 而且据说他还非常的节俭 那他在史书上记载说 他三年一罐两年一备 也就是说他的头上的帽罐呢 三年才换一次 他所盖的棉被至少都会盖两年 而且据说他还非常的节俭 那吃呢没有大鱼大肉 全部都是青菜豆腐 那甚至呢忙于正事的时候 有时就是几口粥就解决掉了 这样一位勤政爱民的皇帝 突然之间却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公元527年的一天 同太四浅 大臣们又跪又哭 因为梁武帝脱了黄袍 跑去舍身了 说什么都不回宫 皇帝一跑到庙里面去舍身 历史记载四次都一样 包括皇太子 皇后 嫔妃 朝廷里面的文武百官 甚至于说是一些京城里面的老百姓 一听说了 大家就开始凑很多钱 最高一次是两亿 相当于两亿个铜钱 普通的也要一亿 这样好几次 然后就说是我们献给这个庙 然后呢把这位我们的皇帝呢 给赎回来 用这字赎回来 赎回来 四次 潜心向佛的梁武帝消炎 还定下汉地僧人 敬酒肉的戒律 这也成了华人社会学佛者吃素的由来 此时佛教的南梁有了空前的发展 但是消炎到底有没有跟菩提达摩见面 成了千古之谜 风吹凌冬 依我看 是皇上的心怀动 大师所言极有道理 不枉真 本相见一场 贫僧身在远方 造文梁朝君主 有菩萨皇帝之称 我随航海而来 也是为了广传佛法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始终是一个传说 那达摩到中国来这件事情是没有问题的 是真的 他们都是从印度那边坐了船来的 所以说达摩到中国最早是在现在的广州上的岸 然后呢 他就在那个 最早是在广东那个地方 他们都是一样 来了以后就要开始学中文 然后跟当地的这些出家人的那些僧侣 有一些接触 那然后在广东这个地方呢 待了一阵子以后 他就开始往其他的地方跑 那达摩也到过浙江 那然后呢 听说了梁 世间的传说就是 他说听说梁武帝从佛 于是就去了 你来的真是好 自朕登基以来 修佛寺造佛像 抄写经卷 供养僧礼徒书 但问大师 真有何功德 无功无责 这好比随行的有 说是有 实际上却是有 那么做什么样的事 才算有功德呢 洁净圆满的得道者 才算有 菩提达摩说 你根本就没有功德 所以说两个字就谈不拢 最后达摩就一尾过江 什么等等等等 那这些所有这些事情 是不是真的 老实说我不太清楚 但是呢 我认为达摩或许 应该跟梁武帝见过一面 为了江山永固 他倡导中医 让臣子誓死效忠 却无法让儿子们团结 这应该是我们父子之间 最后一次谈话了 你就真的不能告诉我是我 你是真的第五个儿子 你的生命是羊皮 儿 知道吗 杀了我 杀了我吧 女王谋逆 拖出去 离战不许 肖眼重视效到反对宫廷杀戮 皇子们的夺敌大战 却一次又一次把这位老皇帝 卷了进来 欢迎回来 说起了杀兄夺敌的皇位大战 千百年来 父子或者是兄弟反目的大戏 在中国宫廷轮番上演 传说中梁武帝消炎的晚年 也碰上了类似的状况 南梁三王夺敌 到底有多么的令人胆战心惊 不寒而栗呢 此外梁武帝一心从佛 晚年荒废了朝政 社会矛盾不断的激化 正在此时 东魏大将侯景 因为和政敌高欢不和 转而投靠了梁朝 梁武帝封他为河南王 但是侯景为人阴险狡诈 他看到了皇族矛盾重重 认为是有机可乘 于是发动了政变 最后只带着八百个 不怎么样的残兵叛将 竟然就恭敬了健康城 梁武帝这位菩萨皇帝 因此被困在宫里头 最后非常有可能 是被活活饿死的 请看资深记者古正良 陈腰红的深度报道 一个奇珠亲王 朝廷上下谁也不知道 这将来的皇位 必定是他们其中之一的 那六皇子萧伦 一向跟三皇子萧刚不合 那再加上梁武帝年事已高 那两个人都对地位有野心 那因此呢 就开始了皇位争夺战 靖王天性不善权盟 用厌倦权威之争 夺地是何等凶险之事 依他这样的性格 他怎么敌得过心狠手辣 实力雄厚的太子和豫王呢 不是还有我吗 这些痛苦和罪孽 靖王承受不了 就让我来背负 那些阴暗 沾满鲜血的事 就让我来做 本宫是一步都不能后退 第三个皇子呢 其实他在政治的谋略跟武功 才干上并没有非常出色 究竟他有什么能力 一因为他的妈妈是月桂妃 月桂妃在当时算是受宠的 那个嫔妃 那所以妈妈这个部分占有一个优势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在当时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算是谋略之士 那他们称作麒麟才子 在他们当时就说 因为这个老三 他得到麒麟才子的帮助 麒麟才子得之可得天下 但这个麒麟才子究竟是谁呢 在正史上啊 这个麒麟才子是从 嗯 齐 就南朝的齐 到南朝的梁 这段时间非常有名的 算是方外的高人 那他的名字叫桃宏景 每次梁武帝有什么大事啊 他一定都跑到山中去 向桃宏景请教 所以这个桃宏景有个绰号 叫山中宰相 传说中 此时的梁武帝为了控制在南静的军事实力 有了一场政治联姻的安排 这也是他的三子六子与七子夺敌大战的引爆点 那在当时中国的四川云南这一带 就是有一个地方叫做芬 那因为这个芬族他有十万大军 所以对于当时的南朝 因为上面有北方的北渭这些外敌 然后其他南边的一些小国家 所以十万大军是很重要的一股势力 梁武帝为了要拉搂分族的这个势力 所以他就把分族收领 有一个非常骁勇善战的一个贵族之女 然后就请进宫 要在这个宁凤楼下 打一座公开比武的高台 只要是年貌相当的求亲者 皆可以参加武士 前十名优胜者才进入文士 你看如何 所以各路人马为了夺得 这个西南领袖的芳心 密谋使用一种催情要情思绕 我跟你说 情思绕这种酒 我已经听说过 它有催情的效果 而且女子单单服用一杯 就会四肢无力 毕竟神之不弃 情思绕这个东西 后来她就是月贵妃 她先想到这件事情 然后她就想说 如果在郡主的身上用情思绕 她就会跟我的儿子生命组成手饭 那我的儿子 就是再也不会有人动摇她太子 就是将来真太子必为 对 那另外一方面皇后也想要 果不其然就是 皇后她设宴 然后请了这个郡主来吃饭 对 然后那个当时呢 因为月贵妃比较受仇 所以她也知道月贵妃的儿子 想要夺皇太子之位 非常的激进阴阴 所以这位郡主 她比较如今月贵妃的举动 然后她反而疏忽了皇后 那没想到最后皇后 是皇后下的那个情思绕的药 所以她在席中还是不胜重招 儿臣参见母妃 参见娘娘 郡主 郡主 你没事吧 然后不胜重招之后 摇摇晃晃 快要就是快要被 就是生命组成手饭的时候 萧义她就带着人进来救了这个郡主 那后来就等于破坏了皇后的大忌 所以她非常的生气 那在情急之下 这个萧义为了要脱关 她只好先挟持那个六皇子 就是皇后生的儿子 叫做萧伦 所以她只好挟持她一筹自保 朕还不知道你吗 不过你所说的嘛 也在情理之中 今日没有出事 请全靠你的机敏 这是景言以下范上 携太子为志 胆大妄为 一律应该严惩 陛下 父皇 景言此事全是由儿臣而起 请父皇开恩 那后来呢 皇后知道这件事情 当然很生气 可是她又想趁这个机会 一并扳倒月贵妃的势力 所以她就跟七皇子就消逸这边联合起来 然后把这件事全部栽账到月贵妃的身上 越是无德 轻为卑励 难为功归所容 自即日起 只得贵妃之号 浙江为平 一切礼遇虽减 一居清理愿 犹必思过 无职不得删除 皇后以为如何 那秦司劳一事呢 萧伦是最大的获益者 一来呢 皇后扳倒了月贵妃 萧伦居首宫 那二来呢 她也对云南首领分饰 给了大恩情 那三来呢 她也算是给萧毅人情 所以她什么都没做 但是却一举数得 可是这个时候啊 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桃宏锦啊 她究竟想要 比较想要让哪一位皇子继承大统 其实她心里属于的是七皇子 叫做萧毅 萧毅呢 其实本身呢 出生并没有机会去担任太子之位 也就是说她与皇帝之位是无缘的 那后来呢 萧毅呢 借着侯景之乱 做大自己的势力 然后在老皇帝号召大家秦王的时候呢 他又故意慢吞吞的拖 结果这一拖就让父皇跟兄长设险 当年你是怎么把守王位的 现在我一样可以做到 北魏当时已经分裂为东魏西魏 那东魏镇守南方的大将就是侯景 可是侯景这个人呢 他跟这个东魏的当权派发生问题 所以说侯景这人一想说呢 南方想要灭掉北方 北方也想要灭掉南方 那我现在跟东魏的中央政府出了问题 那我不如干脆投奔到南方去 于是呢 他就跟派人去跟梁武帝联系 到了公元548年 梁朝隐郎入室接纳侯景的投降 结果处置不当引发侯景在江南掀起 一番惊涛骇浪的战乱 梁朝江山在风雨之中飘摇不已 只要有贤王的德明 有镇主的军功 有兵将如云的雄狮 就可以谋逆了吗 你又何不满吗 但侯景想起兵叛乱的导火线 居然是求爱废剧 就有一天侯景在走路的时候看到有一个车队走过去 风一吹把轿子的鼻子吹起来了 里面做个小姐好美啊 她又跟那种立场说我要娶这个小姐 那你回去等消息 我要把你试试看这样子 问了三天之后来问 小姐可不可以嫁给我 为什么她姓王 她姓王为什么不能嫁给我 因为高姓高人大姓 不能嫁离无人 侯景越这样心生怨恨 因为你这个北方刚刚来的 不管是那个旧的侨姓或者无姓 对你都很看不起 因为你这个野蛮人的没有文化 所以侯景非常火大 逃不到老婆自卑感作祟的侯景 带着八百产兵 恭敬的健康包围的台床 侯景的军队把健康城围了一百三十多天 四个半月 最后把这个城给攻下来 软禁梁武帝 他也没有把他杀掉 侯景也不敢杀 否则你是弑君 你是罪 只是把他软禁起来 那么梁武帝供应品越来越少 历史记载 他就口很渴 他就说我要喝蜂蜜水 要不给他 他就发出喝喝的声音 若成贼子杀了他 杀了他 杀了他 就是先退后进 所以有人认为说梁武帝到临死的时候 还是希望人家能够来支持他把侯景灭掉 又或许这时的梁武帝终于可以不被打扰的修行走入他向往的地方 公元五四九年五月初二这一天 两个月未进食的梁武帝作画在宫殿里 终年八十六岁 欢迎回来 历史是一面镜子 梁武帝曾经用这一面镜子汲取了前朝的教训 取得了治国的成就 时间把梁武帝推向了历史的深处 他也成了一面镜子 生动地反映着政权之所以新之所以亡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刘金彤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